用珍貴蕭南木雕刻出來的舌頭龜座 珍武大地通天令牌 裡面更香上 三顆來自大陸雲南香格里拉 牛奶湖的珍貴寶石 讓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 在七瀆區北極宮公主李金海介紹下 看得嘖嘖稱奇 因為主要是相對說跟我們志士 相對說志士叫我那個大陸 這個香格里拉 牛奶湖那三個補兆 要怎麼用一個租 把它放在那補兆 要來放在這裏通天令牌 到時候我想想到 剛才剛才廟裡有一個小籃 我真的叫這個北極跟我們吊 跟我們用一用 那三顆補兆再放在那裡 琴跑基層非常重視名義 和宮廟文化的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 特地到七瀆區信眾眾多的北極宮 參拜主寺神明 玄天上帝 非常地 阿興三百里 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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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順利 來拜 更重要的是聽取地方心聲 作為民意代表為民喉舌監督市政的重要參考 我們非常重視每一間宮廟的這個發展 那也每一間重要宮廟的需求 其實在這邊走走拜拜 祈求 祈求 心靈上的平安 也可以了解地方的聲音 我想對我們民意代表來說非常地重要 也希望這個大家在這個社區的生活 都可以有好的品質 最重要的是我們在信仰以外 生活環境也可以更好 所以我想可以在海哥的這個經營之下 讓我們這個玄天上帝 有這麼多的信徒跟信眾 都會來拜拜 然後我想這個 非常敬佩海哥的這個用心跟決心 也發自他的真誠 三十幾年來如一日都不變 每天在這邊自己做志工 然後自己打掃 然後家人都來幫忙 我想這非常感動 這也是我們社會的一種 溫暖 善良的一個力量 童子偉非常肯定 北極宮公主李金海將宮廟經營興旺 傳遞給信眾們有關玄天上帝 也稱真武大帝祭世助人 行善四方 得責蒼生的精神 和實際作為 像是在重要的基隆中原普渡等祭祀活動後 廟方會將物資全數捐贈給弱勢家戶 幫助民眾 今天非常感謝我們議長 來北極中跟我們關心 我們也祈求 相對說的鼻尾 他不不高興身體健康 平安 這個廟的開發 我看年輕人開發 不打派嗎 不做派 絕對保證 有信用他們絕對不做派 我也希望北極宮 有這個議長來跟我們關心 北極宮的領先信 羅本田 再玩瓊子 大大小小的都平安 健康 北極宮公主李金海 特地回贈同職委 一瓶北极公和金门酒厂合作的 玄天上帝纪念酒 来感谢议长同志委 重视传统宫庙文化 特地前来参拜玄天上帝 更听取地方民众的心声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